来自韩国的何西元 在服完兵役后 通过一张传单了解 并走入法轮功 他遵照法轮功教导的 真善忍为人处事 他的变化让家人也感到自豪 韩国人将当了兵两年 回来这个大学的时候 他们都是很难得到 一些真好的一个成绩 你回来的时候 很多东西你忘记了 但是我得了法之后 就真的是心态也变平衡 然后就会也就出来了 就是说你这个心里边 得到平衡和静下来心的时候 真的是没想到 当时那个学期得到的是 最好的成绩 就是全都是A加A plus 何西元本科毕业后 又前往美国长春藤名校 研读硕士 修炼让他对法轮大法的 发源地中国和那片土地上的人 有了更深的尊敬和理解 得了法之后我就明白了 中国其实是有5000年的 这个修养的 修炼的这个权统文化 只不过是 就是50年的最近的 共产党的这个近代历史中 把这些好的权统文化都破坏了 那么不是说真的是中国人不好 可能他们都是受害者 不能有实际的 ns开工 对了 好好上